大家好,我是Halloween 由於S級戰法的數量和資訊過於龐大 用直播的方式介紹會比較零碎 所以我決定重啟以製作攻略片模式推出影片 以我的配陣思路介紹九種戰法的使用方法 在推出戰法攻略片前 會先以直播方式和大家進行互動 大家可以分享自己對戰法的個人見解 每一招戰法在不同人身上都有不同的解讀方法 我會聽取大家對不同戰法的獨特見解 將其融入在攻略片當中 實行吸收國家之大城 使戰法攻略片的介紹變得更為完善 今集將會率先介紹S級被動戰法的資料 第一招戰法為絕地反擊 全勝至喉敦和呂靈異 這招戰法的特性是受到傷害可以加6點武力 最多可以跌加10次 戰法定位為武力獎使用 第五回合可以根據疊加的次數 對敵軍全體造成120%冰刃傷害 每次疊加可以增加14%傷害 最大化使用這招戰法的武力可以加60點 提升量非常大 第五回合最大化的疊加傷害可以達到140% 再加120%就等於260% 造成的傷害都非常大 比所向披名還要強 而且更加穩定 就像超級殺雅人一樣 在絕境中會變得更強 但要完全發揮絕地反擊戰法的效果 需要武將帶有吸傷效能 且為兵刃輸出的武力獎 目前我覺得可以使用的武將有孝敦和典衛 二人同樣為武力獎 自帶戰法也可以配搭絕地反擊 孝敦武力的成長值有2.1 防禦有2.07 可謂攻守兼備 戰法剛烈不屈為被動戰法 可以提升自身的統率 受到兵刃傷害的時候 可對敵軍二人造成兵刃傷害 與絕地反擊有點相似 比喬敦一招純槍蝕戰或千里遲緩 就可以好好觸發絕地反擊和剛烈不屈的效果 典位武力值2.62 統率1.83 武力值比喬敦要高 統率值比喬敦要差一點 自帶戰法 孝之惡來為指揮戰法 每當主將受到普通攻擊時 會對攻擊者進行攻擊 並降低其造成兵刃傷害 持續一個回合 然後為主將承擔此次的普通攻擊 這招古之惡來使典位自帶反擊效果 並且可以令敵人在一個回合內造成的兵刃傷害 降低18% 使典位定位為專對抗兵刃陣容的武將 如呂爆騎 尿爆騎 五虎槍 桃園盾 穩潔騎 和金泰晴等等的兵刃輸出隊伍 讓主將攜帶吸傷戰法 可以好好發揮古之惡來和絕地反擊的效果 但有一項十分尷尬的設定 就是這招絕地反擊 需要在第五回合才能觸發第二段的效果 這款三角自戰略版 戰鬥到第三回合基本上已經是定了勝負 食力差不多或者被壓著打的話 到了第五回合已經是傷痕累累 而兵力和造成的傷害是有密切的關係 兵力少 就算是有260%的輸出能力 亦都不會打出個漂亮的傷害 想用絕地反擊 做到絕地反擊的效果 其實真的很難 搜尋你的感受 你也知道會有2 不!不!不! 下侯敦帶一招吸雙戰法 再加一招控制戰法更加實用 典位變工具人 再加一招控制戰法 陣容就更加穩陣了 我亦都見過有人將絕地反擊給張飛用 希望可以使張飛的武力值變得更加強 輸出變得更加穩定 但沒有吸雙效果 是無法保證在第5回合前 使張飛受到10次兵刃傷害 加上張飛的速度也很快 第5回合第一個放技能 其實只是承受了4回合的兵刃傷害 用戰法就是要盡力使戰法發揮至最高的效能 如果張飛用絕地反擊 就要再配上一招吸雙的戰法 用一招戰法就要使用2個戰法位置 其實是非常不理想的 張飛都是主力用兵刃輸出的戰法更加 其實有一位武將的技能 都是非常適用於絕地反擊的 他就是曹人 曹人本身自帶的戰法 是有嘲諷和統率提高的效果 和絕地反擊是非常匹配 可惜他走的是統率路線 武力值是很低的 無緣使用絕地反擊 以目前的版本 本人是不建議大家使用這招的戰法 希望在往後的版本 會有新的武將更好地發揮絕地反擊的效果 好了 如果你對於絕地反擊有不同的使用方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和大家一起分享 或者在我的Facebook和Miri開的 三國志戰略版攻略社團留言 資訊欄裡有全數門 遊戲知識互分享 良心爆真必中橙 如果你都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給個like和share 多謝大家了 拜拜 請訂閱